一世界文化協會是我自己和一班外國的香港朋友一起去創造成立 我們一群人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我們希望共融和包容 也有我們獨特的風格和而不留 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我們的理念是想透過一些組織文化活動 令參加者得到啟發 對不同意見的人士多些包容、團結、互相尊重 也可以說是一個換位思考的方式 這位強調和諧共融就是一世界文化協會創辦人梁湘 在2019年反修例風波期間 他曾親身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籌辦的首届社區對話 在會上他質疑香港電台公器私用有煽動暴亂之嫌 而這一舉動卻令他深陷其底的危機 對此他感慨萬分 2019年8月他與一眾愛國愛港的朋友成立了一個民間文化組織 一世界文化協會 試圖以文化為切入點 引發大家換位思考 放下成見 重修香港社會裂痕 協會剛成立不久 就吸引了一眾中外年輕人積極參與 一世界文化協會理事田傑便是其中之一 他告訴記者 自己本身是一名運動教練 原以為漢服與自己的身份可謂格格不入 但意想不到的是 在他真正接觸漢服以後 帶來的卻是親切感以及新形象 那我本身自己的本職是一個運動教練來的 嚴格來說我們第一次穿漢服就是 我們去年中秋國慶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扮了一個漢服巡遊 在香港離島區的一個地方 叫雨景灣 那次是我第一次穿漢服走出街 因為我作為一個運動教練 其實對我來說 我的整裝是運動裝來的 就是我一年365天都是穿運動裝出街的 那突然之間穿漢服 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 有一種親切感 總是覺得有一點點是 好像我的形象 是應該要這樣穿的 有一種沒有什麼違和 很親切很和諧的感覺 一世界文化協會幹事 Sienna 是常年居住香港的外籍年輕人 她對於共榮二字感觸良多 她強調 任何文化我們都應該去尊重它 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理解一個傳統文化 我個人的意見 是各種類型的 各種類型 但是不只那些 但是也要 為何 意念的 和傳統 它是 是 它是一個 我們應該要尊重 像其他傳統的衣服 来自中西合璧家庭的德国人Hans 也是一世界文化协会干事 在他看来 传统服饰所代表的 不仅仅只是一段轻描淡写的历史 它更是蕴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根 深深扎根在里面 无法抹去 Well, Han Fu as it says Han is from the Han people which is a majority from China from the, like my dress is from the Ming dynasty versus from another dynasty and it's a traditional clothing so there are a lot of minorities and races in China I think over 60 and we have similar things in Germany also in Bavaria where I came from so each area has a different kind of clothing and this is a costume but it's a traditional clothing and from the clothing you know where the people come from so it's a kind of, that's your roots so never give up your roots and it's a kind of, that's your roots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see you next time